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东京行事 上一期我们说了福吉亚妈和高飞车 那这一期我们接着介绍两座过山车和慈禧病院 首先是翻转过山车 这是我觉得最刺激的过山车 的座位是双脚腾空的设计 并且是背对着你出发 想象一下当你坐上了一个悬空的过山车 直接看得到底 又是背对你的方向发车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坠 重点来咯 更要命的是 座位不停的360度自后往前的旋转 总旋转数为14回 整个人会转啊转 不知道脚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 那福吉云的尖叫指数5颗星 最后一座过山车 它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叫朵朵洞爬 但是千万不要被它的名字骗了 坐上去你就是那个一直尖叫的小可爱 懂得动爬是世界上最大加速度和加重力的高速过山车 启动时速172公里只需要1.8秒 像发射的子弹一样快 由于去年出了事故加速度太快 骨折了几个小可爱 现在是停运的状态 也就没有办法拍摄 之前有做过并不是很吓人 福吉云的尖叫指数三颗星 最后是全日本非常有名的鬼屋 慈吉病院 故事舞台设定在一处废弃隔离的病院 成对患者实行残酷的人体试验 整栋设施有两层楼 网游时间大概需要40分钟 给我的感觉是场景很真实 一进去就温得到很重的消毒水位 进入停尸间温度骤降 走到了焚尸区又很热 还要坐一闪一闪的电梯 福吉君的尖叫指数 人都没了